其实我是红绿色盲 色盲这个病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是分不清红绿灯的 我第一次过马路看到红绿灯我还特别奇怪 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 我说老师啊 为什么红绿灯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用两种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 我是色弱 其实色弱跟色盲都统称为色觉障碍 我是程度比较轻的 我就是有一些黄色跟绿色分不太清楚 为什么红绿灯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用两种不容易区分的颜色呢 听着挺乐呵啊 其实呢就是个残酷的真相啊 在徐志胜这样的红绿色盲朋友眼里呢 他们看到的红绿灯是这样的 而在庞博这样黄绿色盲的朋友眼里呢 红绿灯是这样的 其实呢还有两类朋友 他们看到的红绿灯呢也不太正常 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 看啥都雾蒙蒙的 总觉得不透亮 这个极了拐弯的红绿灯 就是我眼中的景象 从半个月前开始突然就觉得 看门宽啊 看红绿灯啥的都有点扭曲 一位呀是看啥都蒙蒙隆隆 另一位的眼里呢 直见全都拧了劲儿 您可能会说了哈 这和色盲素弱比 还是要轻一些吧 起初呢 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娇 开始我还以为我是老花眼 可我的年纪也不像啊 我这还戴着眼镜呢 看东西都不清楚了 而且这几天降温还戴着我头疼 我就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医生说我这是致盲率第二的眼病 得回来医院了 我去了医院 医生告诉我 我得了致盲率排名第三的眼病 看啥都朦胧 和看直线都拧着劲儿 原来呀是这么严重的眼病 致盲率分别排第二和第三 这是真的吗 健康医生亲 越看越年轻 欢迎各位收藏好东西好东药 就是白草医兽 白草医兽中药房 大家管理中心的健康医生 今天来个简调为大家 几个健康医生学的 自来医生卫科大学 服输圣经医院眼科教授 瑰东梅医生 欢迎瑰老师 欢迎瑰老师 大家好 今天的主持人是袁宝 大家好 我是袁浅 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今天在网络端为大家服务的是曹雪 大家好 我是曹雪 大家也可以关注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联系 看啥都蒙颅 看直线是拧着劲 这两位朋友被诊断为 叫患了致盲率第二和第三的眼病 到底是什么病呢 归老师 这两种疾病其实我们是比较熟悉的 全世界第二大的致盲眼病是叫青光眼 第三大的致盲眼病是有黄斑变性 那为什么说青光眼和黄斑变性这么严重呢 你看前三名他俩全近了 青光眼和黄斑变性 它发生病变的部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一旦要发生病变 它对视力的损伤是特别大的 我总结两个词 就是眼里的上下水 眼底的心脏 青光眼是哪个部位出问题的 青光眼是眼里的上下水堵了 就像我们的上下水道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眼内会产生一种叫防水的液体 这个防水它的流出和产生 维持我们正常的眼压的 平常防水的流出和循环 它有一个重要的通道 这个通道叫防角 防角就像咱们那个大坝 开闸放水一样 正常情况水和闸门都是平衡的 进多少出多少 对 进多少出多少就维持着我们正常眼压 是不会出问题的 但是一旦呢 这个水产生的比较多了 或者是这个门被堵死了 你打不开 再或者呢 这个只开了一个小道范 这样呢 水的流出数率就变少了 对 这个排行榜打破以后呢 这个水排不出去了 就会导致呢 眼内压的一个身高 哦 大了 永远这么大了 对 出不去水了 那这个青光眼是怎么能致盲的呢 就青光眼呢 引起这个身高的眼压呢 它会机械性地压迫我们眼底的视神经 导致了视神经的一个损害 视神经和眼球是什么关系呢 打个比方 就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中 电线和灯泡的关系 这个电线断了 灯泡肯定就不亮了 对啊 对 但电线呢 这个断的方式呢 我们就有讲课了 就有两种 一种呢 让我们拿一把剪子 一下咔嚓一下子 就把电线给剪断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急性青光眼 对视神经损伤的一个机制 所以这种突然的 急剧升高的眼压 会导致这个视神经 产生一种快速的 致命的损伤 快速能躲快 如果就是急性发作 我们不控制的话 一般72小时 这种损害就非常严重了 那太快了 对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知道 平常我们上生活中的电线 就有很多电线丝 包裹在一块的 对 如果呢 这个电线丝断裂呢 是一根一根的 慢慢的 这个呢 就是慢性青光眼的 对神经损害的一个机制 所以说病人开始呢 可能不小表现为视力下降 他只是看东西呢 事物范围的一个缩小 就叫视野的缺损 随着你的电线丝断的 越来越多了 然后他视野缺损越来越大 视野慢慢之间下降了 直到这个电线丝 完全锻炼 就失明了 那这个黄斑变性 您刚才也说了 这相当于是 这个眼底的一个心脏的部位 那这个部位是叫黄斑吗 对 这个部位是叫黄斑 但它不是一个斑 它是指我们眼底视网膜的 一个中央的一个区域 为什么叫眼底心脏呢 就是因为 这个地方是人视觉细胞 最敏感的地方 所以我们平常上那个 眼科诊试检查视力 指的就是黄斑视力 所以说黄斑 这地方已经出问题了 对视力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个黄斑变性是 这个黄斑区长东西了 还是怎么样呢 它不是长东西了 而是因为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出血 震出最终有斑案的形成 就影响视力了 咱们观众说了 说看东西是雾蒙蒙的 结果上医院一看呢 是青光眼 那您说这个雾蒙蒙 是不是就是青光眼的 一个特点呢 看东西雾是 确实是一个症状 有的时候 这种青光眼的小发作 眼压伸高以后 导致这个角膜的一个水肿 然后看东西雾是 像屋里看花一样 而且看灯泡呢 还有这红视现象呢 所谓的红视现象呢 就是我们看灯光呢 周围有一圈光韵 像彩虹一样的光韵 就雾视和红视 但是呢 如果是急性发作 那种眼压的一个急剧升高 可能会同时呢 会伴有眼睛的剧烈的疼痛 同侧的头痛 而且还有恶心呕吐的症状呢 所以我有的时候 在这提醒大家 就特别是家里的老人 突然的头疼 恶心呕吐 不止仅仅是呢 就是脑血管病变 和胃肠道病变 有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青光眼急性发作了 明白了 这种情况下 有的时候 你得问问这个老人 因为他们头疼以后呢 就闭着眼睛 你要问他 你眼睛能看见东西不 如果是眼睛 他说我以前很好的眼睛视力 现在突然眼睛 看不到东西了 那可能你要 首先要到眼科去纠诊 黄斑变性啊 看东西会变形吗 有人说看那个门框 是去了怪玩的 对 黄斑变性的一个 找齐的改变呢 确实就是事物变形 我们其实呢 可以在家里呢 有一个简单的 自测的方法 我们可以找一个 窗框啊 或门框啊 或者有那种 直线的一个东西 垂直的也好 水平的也好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中央 出现弯曲了 那很有个提示呢 就黄斑出问题了 出现了黄斑变性 但是黄斑变性呢 除了事物变形之外呢 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呢 就是视力的下降 而且还有呢 眼前中央区的 有暗点的遮挡 既然说这两个病啊 它是老少通师 咱们就得了解一下 干啥事 就这么容易得上青光眼 或者是黄斑变性呢 咱们先来看看 这两条新闻 深圳35岁的李先生 前不久在体检中 查出了肾结石 医生建议多喝水 于是李先生 每天有空的时候 就大口大口地喝水 在他空腹一次性 喝了两瓶矿泉水后 李先生突然感觉 头痛得厉害 眼障看东西也不清晰了 李先生立马在 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医院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最后被确诊为 急性青光眼 近日一则血泪教训 在朋友圈疯传 小孩沉迷手机游戏 用眼过度 导致视网膜黄斑病变 最终导致失明 从富途上看 这个小孩眼周发红 目光涣散 让广大网友 乍间之下震惊又痛惜 喝水玩手机 这两样还能换上这两大 智盲眼镜 这俩我可全占了 这个喝水 我一口就能喝一瓶 玩手机更是 天天这个手机拿在手里 我就放不下 难道我的眼睛也要出问题了 百草益寿中药房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一个刑警学院的一个小姑娘 天天地在家里上几岁眼 我说有一只眼睛都已经失明了 天冷还能造成青光眼吗 黄斑变性 跟玩手机之间有关系吗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经 为什么天冷时 甲减的症状会加重 甲状腺素对我们的产热 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天天病了以后 我们需要的甲状腺素会更多 所以说患者的症状会加重 沈阳国医甲状腺医院 提示您关爱甲状腺健康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减养得 去掉多余的繁杂 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 没有蔗糖 生活却有了轻盈的甜 减醇酸奶 零添加蔗糖 怕蔗糖喝减醇 君乐宝如也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经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好中医好中药 请认准百草益寿 本栏目由百草益寿 中药房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眼科教授 归东梅医生 欢迎归老师 欢迎归老师 好 广告之前 咱们看两个新闻 喝水 玩手机 然后患上青光眼和黄曼变性 这两大致盲眼病 大家都不淡定了 说这个都有过呀 不用再啃慌 有的是网络说法 也不都是真实的 有真有假的 我觉得这个喝水 肯定是假的 你就说人渴的时候 谁还没咕嘟咕嘟 一口气喝一瓶水 对不对 那看手机 晚上看手机 伤眼睛 这大伙都知道的事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归老师可说了 眼里的上下水 说的就是青光眼 这肯定是跟水有关的 对的 你这个分析是很好的 就是说这个水 饮多了 完全可以引起眼压升高 但是呢 眼压升高 青光眼发作 像我们经常运动啊 一口气干下去 一瓶两瓶 这个水都很常见的 这个 它的这个造成青光眼的原理 是什么呢 我们在青光眼的 一个诊断的过程中呢 有一个叫试验 叫饮水试验 就是叫那个患者呢 一次性饮大量的水 然后过了半小时呢 去测眼压 有些有问题的人呢 确实会出现了 饮用以后呢 眼压明显升高 只有饮水试验阳性 就文权说明了 饮水呢 是能引起呢 眼压升高 轻软发作的 那为什么饮水呢 会引起呢 眼压升高呢 它主要的问题就是 一次性大量 饮水以后呢 使那个血液稀释了 导致这个血浆 肾动压下降 这样呢 使眼内产生的防水 就增加了 就水增加了 但是我的门还开着 但是水多了 我的水的确喝到眼睛里了 可以这么说吗 是 然后就眼压升高了 这情况也就发作了 但是龟老师 您说的是短时间喝大量的水 我就没啥概念 短时间是多少时间 喝大量的水又是多少水呢 短时间当然肯定是 一次性的饮水量的 我们一般提建议呢 就是不要一次性的饮水 超过500毫升 最好的是一二百毫升 然后即使你那个 距离运动了 出汗以后呢 也尽量是 就少量多次的 慢慢的喝 小口的喝比较好 还有这么一个新闻 我看了之后啊 是既惊讶又害怕 寒潮来袭 不少地方都降温了 福建的李先生 接连几天出现头疼 恶心欲吐 头昏不适 开始他以为是 感冒引起的胃肠炎 连续吃了三天药后 情况并没有好转 直到出现眼睛疼痛 才转诊到眼科医院 最后确诊为青光炎 天冷还能造成青光炎吗 咱这眼睛也太不抗动了 冬季确实是 青光炎的高发季节 我们每年冬季呢 都会接着很多 这样的青光炎发作的病人 为什么会冻出青光炎呢 青光炎不是冻出来的 主要是这个 过低的一个气温的 一个刺激 然后导致呢 就是有青光炎素质的那些人呢 体内这个胶外神经兴奋以后呢 瞳孔散大了 大家想上瞳孔散大呢 瞳孔周边就是红膜 它就堆积 就把那个防角 那个门给堵上了 堵上以后呢 打不开以后 这个水排不出去了 就会导致这种压压的急剧升高 是这个原理 青光炎素质指的是啥 素质也叫青光炎的体质 它是跟人的解剖机制有关的 就是小眼球 短眼轴 前方浅 防角窄 就像我们一个房子一样 里面东西各样家具都存在 但你屋子太小了 它显得特别拥挤 就把门那地方挤得开口小了 一旦堵死就急性发作了 除了这两个诱因之外 还有别的因素能够诱发吗 情绪的激动 着急上火也是诱因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如果在黑暗的环境中 待的时间过长 这也是一个德青光炎的诱因 还有一种情况呢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嘛 不都是高发那种 过敏性静门炎 炎特别痒 这样的上医院呢 它就给你开个特别有效的 一个药物 叫激素类的眼药水 这样的病人 他回去以后呢 觉得我特别有效 所以他就种点种点的 就叫长期的用激素 皮脂类固群激素性眼药水 以前我还碰到一个例子 十来年前吧 这个真实例子 一个刑警学院的一个小姑娘 她就是在她当地家里头 因为当兵都要做 精神手术嘛 家里做了精神手术 然后呢 就医生开了药了 就回到沈阳上学 这个半年她也没体检 就天天地在家里上 脊髓眼药水 等到我们院来以后呢 就发现什么了 有一只眼就都已经失明了 对 它就是引起了长期用激素 引起了激素性清光眼 导致了一个发现的油 比较晚就失明了 所以说呢 我就建议广大的一个观众朋友们 一定不要长期的自行的使用 一定要在医生的一个监督下 我们可以用上以后呢 定期上医院测眼压 如果眼压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进行用用 清光眼呢 作为第二大致盲眼病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说一说 第三大致盲眼病 就是黄斑变性 刚才上一节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了啊 就说长时间呢 玩手机也会造成黄斑变性 近日一则血泪教训 在朋友圈疯传 小孩沉迷手机游戏 用眼过度 导致视网膜黄斑病变 最终导致失明 从富途上看 这个小孩眼周发红 目光涣散 让广大网友乍间之下 震惊又痛惜 黄斑变性 跟玩手机之间有关系吗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有时候一个错误举动 就可能危及生命 有时候一个无心疏忽 隐患便已发生 每年我国约有250万人 已经药物问题区院 大多是吃法安全的平时导致 只要你安康 国大战行动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国大药房 成大方圆 养披方金三期 八期健康辽宁 供应行动 贴心服务 传递健康理念 专业指导 助力用药安全 现在到国大药房 任一门店参与打卡活动 就有千份主持人 新春台力 等你抢 国大药房 以专业之名 护万千家庭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好 广好 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黄斑变性跟玩手机有关系吗 玩手机这种习惯确实不好 对眼睛有损害 但我觉得还不能直接造成 黄斑变性 咱这网友说的可是头头是道 有图有真相 你看他孩子那眼睛都那么严重了 看着确实可怕 但是我们看这张图片 我们拿肉眼看的 其实就是眼白发红 这眼白发红的 最大可能就是睫毛虫雪 但黄斑变性 我们是拿肉眼是看不见的 我们必须通过特殊仪器 检查眼底 这张图片绝对不能说 它是黄斑变性 除非用那种强的一个激光笔 或者是强光直接照射眼睛 不然这种玩手机 无论是关灯或者是开灯 都不会直接导致这种黄斑变性 那为什么说激光笔和比较强的光 会引起这个黄斑变性呢 这个我真要做一个科普 就是现在好多小孩 就是拿着激光笔 就随便同学之间互相照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我们经常接诊这样的患者 激光笔呢 主要它激光那个聚焦性比较强 它能使呢 照射部分发生的一种热效应 如果我们只是激光笔呢 它直接会损伤这种黄斑 就能照到黄斑 然后这种热的损伤 就会能烧灼 灼伤黄斑 一旦灼伤了 都是属于不可逆的 永久性的损伤 严重呢还会出现裂孔 但是不是说玩手机就没有危害 玩手机最大的危害呢 就是导致势疲劳 肝眼的形成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是近视度数的加深 有的人可能玩手机几个月 那度数就长了100度200度都有 然后近视度加深呢 就特别容易发生高度近视 其实近视不可怕 但高度近视是很可怕的 高度近视呢 它主要可怕在于呢 它能使视网膜变薄 萎缩 严重呢 会导致视网膜脱离 多少度算高度近视 一般600度以上就是高度近视 直播间呢 很多朋友都特别关心 自己呢 是不是这个高危人群 对 青光眼和黄斑变性 都是有高危人群的 青光眼的高危人群嘛 就是40加 黄斑变性的就是三高 40加是40岁往上吗 是指有家族史的人 就是指那些40岁以上的 有青光眼家族史的 还有前面提的 长期呢 比如说用那个激素性养药水的 这都是他高危人群 我听说好像这个青光眼 这类的朋友 在性格上也有特点 对对对 这个问的是非常好的 就青光眼的高危人群呢 还有一些青光眼性格的人 表现为什么样的性格 这个也挺典型的 在临床上 我们在门诊看的病人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性格 一看就觉得容易得青光眼 什么性格呢 焦虑 你就一求我 我有点害怕 多疑 还有紧张不安 老是非常紧张 一问待会儿有事没 我能瞎吗 这样的人 还有呢 脾气特别暴躁的 还有一些人呢 不是暴躁 是非常安静的 他也不愿意跟你交流 特别难沟通的 就这样的青光眼性格 为什么这样的人 会容易得青光眼呢 有这样的性格的人 他情绪波动非常非常大 出于焦虑状态中 人体内呢 身上腺素就飙升 身上腺素有什么作用呢 还是是瞳孔散大 然后堵裁防脚 然后引起呢 这个青光眼的 一个眼压身高 急性发作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些性格的人呢 女性比男性多 对呀 小心眼 对 不是我说的啊 不想心里去啊 所以说我们统计呢 就是急性青光眼的发病率呢 女性呢 要高达男性的两倍以上 所以说就跟这种性格呢 还是一起相关的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变往心里 贵老师呢 想问一下这个 黄斑变性这个三高 是我们普通人认为 那三高吗 不是 这个三高呢 首先第一个是高龄 黄斑变性呢 就是要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 它是一种黄斑疾病 最常见的类型 一般都发生在呢 55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人 它是一种黄斑区的 一个退行性病变 就是高龄 另外呢 就是高度近视 六百以上 对 高度近视呢 它主要是因为 随着近视度加深呢 视网膜黄斑区 发生了一些萎缩呀 变性啊 这是一个高敏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高血糖 高血糖大家知道 就是糖尿病嘛 糖尿病对视网膜 损害是非常大的 都要知道糖尿病性 视网膜病变 同时呢 也会发生呢 糖尿病性的黄斑病变 就是这种情况呢 我们都是应该高度 重视和警惕的 我替我们网友问您个问题啊 说这个青光眼和这个 黄斑变性 如果发现得早 是不是就不会导致失明呢 还有一个网友说啊 他这个大学同学呢 就是青光眼 然后当时发作的时候呢 就是头疼剧烈 去医院也是晚了啊 这个右眼呢 就是视力是勉强地保护住了 首先呢 要说这个病友呢 肯定是上医院晚了 就是发现的是非常晚期的 无论是青光眼也好 黄斑病性也好 它都是神经变性疾病 就神经性的疾病 所以这一旦呢 视神经受损了 或者视网膜受损了 它是不能修复的 所以我们通过治疗呢 只能止损 只能是延缓 或者是使这些病情不发展 维持现状 就是最好的了 但是一旦照着这种视力损害呢 都是不可逆的 就任何疾病都应该找期诊断 找发现 然后进行呢 一个及时的 有效的一个治疗 本节目特别感谢 好中医好中药 任准备